東西啊齁 其實就是 pork and beans 那因為以前的人 他們那些豬肉都是 都是一些雜肉 雜 所以說你要什麼豬肉都可以 什麼種的豬肉 我隨便買 然後我買的這些也是不是很 不是說很好的豬肉 你要買很好的豬肉也可以 當然有一些不能缺 不能缺的東西就是這個 pork belly 我給大家看 我昨天晚上切成這樣子 大概就是大丁 一定要帶皮的嗎 帶皮比較好 最主要是這個 然後 那個新鮮肉是主要那個 其他的呢 我昨天買不到豬腳 熏的豬腳 這個是熏的東西 你上面有寫smoke 那我是在大樓買的 而且是在conquer附近才有 所以說這個conquer 熏的東西那個是豬腳 這個是隨便一個肉 可是我要的不是肉 我要的是它的味道 那個熏的味道 如果你買不到這個其實也OK 我有做過 可是我是覺得說 用這種新的味道做的比較好吃 那如果你沒有買到那個的話 這個就要買多一點 這個叫chorizo 可是我是買chorizo 等一下你可以拍 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chorizo的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是南美洲的一個香腸 那剛剛有人問說 你如果要辣的話 這個chorizo有時候會辣的 我這個是買 今天只是弄半條在那裡面 因為我的那個豬腳比較大 然後這個裡面一半條 如果你要沒有買得到那個熏的話 你就買大概兩三個這個 然後再放東西 兩三盒嗎 兩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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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 通常一個包裝是有兩條 好一個包裝 你要放四條也可以 好 那小孩子會喜歡吃 如果不會太大 他很喜歡吃chorizo chorizo 是我最喜歡墨西哥的那個sauce 你有時候去burrito breakfast burrito 裡面就寫chorizo name 就是這個 好 chicken stock 一個 一整罐嗎 一整罐 要不要放水 等一下就是要把這個放上去以後 水要蓋 蓋滿 蓋滿 蓋整個肉都墊著 好 這個肉 隨便都可以 用排骨也可以 排骨也可以 不要用 不要用什麼什麼豬排那種東西 就是說 排骨 帶骨的 比較好 比較好 黑豆 然後黑豆 黑豆是要16oz dry 我都是用 乾的 16oz 那你要泡多久 泡過夜 泡過夜 黑豆泡過夜 泡過夜 12個小時就可以了 12個小時 然後那個 time 對 bay leaf 不是time bay leaf 我都用兩三個 兩三片 這個東西 你們都知道 這個很好買的 要不然 然後 洋蔥一個 你要放多一點沒關係 喜歡吃洋蔥 你放多一點 一個人就切成這樣子 然後 我 那個 tomato三個 tomato三個 然後也切成這樣子 洋蔥一個 tomato三個 然後 也放多一點沒關係啦 最主要tomato是 它是那個酸性的 要把這些 油脂給它切 這樣 cut the cut the fan 你有沒有try過用 那個罐頭的 diced tomato 沒有try過 我都是用新鮮的 要新鮮的 可是你也需要去皮嗎 不用 就這樣 對 裡面都沒有去皮 喔 OK 然後 蒜頭泥 我就給它 壓扁 壓扁壓碎 我不是用切的 我就用手這樣壓下去 然後皮去掉 對不對 對 皮去掉 要不然等一下你要 那個要吃的時候 就很不太好吃 就這樣子 好 那肉你要放多也可以 對 我剛剛是想要問 肉的份量 剛剛好像沒有特別說 有一定 沒有 你要放多少都可以 可是就不能缺的 我就覺得說 不能缺的就是這個味道 這個 這個東西 是它的味道 這個東西也是它的味道 所以說 這個東西是一定要 因為它這個東西 有油脂 它放出來那個 皮膚才比較好吃 嗯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都用橄欖油 因為有 橄欖油 等一下會噴喔 裏油以後 你下去燉才不會 散掉 好 然後我都先把這個 這個花肉先放下去 我是沒有 可是沒關係 你要放多一點 沒關係 我是買一片 然後切一半 一半在那邊 一半在那邊 老二有嗎 可以吃蝦 要放蝦 有時候會過水 有時候會過水 有時候會不會 所以我還是會把它撈起來 然後把它撈起來就要撈一條 Cear the meat 好 差不多了 不是要給它煮熟 就是最後要有這種味 最後給它有點Cear鹹 表面煎焦黃 焦一下 謝謝 我在家裡一組都是用我的那個Locker Set 喔 OK 用住的藥嗎對不對 藥 藥 要來炒 是誰的在鬧鐘 在鬧鐘 你不要也沒關係 可是藥應該會比較好吃 煎把魚 就是反正肉煎燒起來 然後剩下油來炒蔬菜 還有香腸 對 都跑來吃了 謝謝 做主要不吃 做主要有肉 做主要放鮮 做主要放鮮 也外面鮮 吃烤蔬菜 然後便宜 糖 酸 對 就要讓它透明 然後便宜 涼蔬菜 要透明 然後便宜 跟薯杉 你如果這樣炒了以後 如果要拿出來,先拿出來 你喜歡吃Cherizo的話 你要先拿出來才不會那麼... 怕怕掉 會乾乾 就會炒掉 如果你要吃Cherizo的話 沒關係,先拿出來 因為這個Cherizo 都差不多熟了 可是是不是很鹹 是有那個味道 這個是蠻鹹的那個 對 最主要是讓它透明 你去做東西 用去炒一個早餐的東西 也就是要 放進去 乾脆也放進去 也是要讓它有一點 乾乾的味道 對啊,這個東西很簡單 差不多了 然後讓它 讓它 讓它 cook一下 那那個味道就是要裡面 好香喔 那個spice 你說說裡面有什麼spice spice我想就是 這Cherizo裡面的那個spice Chipotle的那種 很奇怪的味道 我沒有做過Cherizo 所以我不知道裡面它放的 可是那個味道很特別 我很喜歡 反正那個香腸那個是在厚布買 我就厚布買就找得到 對 好 差不多了 開始出水了以後呢 開始出水了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放進去 讓它熱一下 煙燻過的豬肉 煙 煙 煙 對 煙燻過的 也可以放煙燻的豬腳 煙燻的豬腳 煙燻的豬腳 現在放進去 如果你買得到的話 恭喜你 因為那煙燻的豬腳是特別好吃的 我是發覺說 用這個煙燻的東西 給它煮的時候 那個味道 我太太說 這個味道真的是很特別 而且很好吃 而且我看到的時候很多那個 網路上面寫說 就是要燻的味道 它就是要燻的味道 因為你燻的味道就是跟以前 很像說你一大鍋煮下面那個鍋巴 它那個會有點超 超會搭的那種味道 好 就這樣子 以後呢 來喔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放一整罐的 雞湯 然後馬上回來 把剛剛煎過的肉放進去 煎過的肉放進去 因為這個比較好放 這個比較好 它那個位置比較好弄 所以你就趕快放進去 這就是 煎過的那個 炮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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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豆 所以這個跟弄那個 跟弄那個 罐頭會不一樣嗎 對 要不然你用罐頭的話 你就不能那麼早家 不是 啊不咧 那已經很久了 罐頭也會爛掉 它會爛 它會爛 所以它是比較堅韌的 對 因為 可以沉得住 這四個小時 對 你 我那個 那個已經開始在散了 就像煮紅豆湯的意思啊 對 對 啊所以 所以你如果是說 你如果是說 你如果是說 如果用罐頭 是不是就這樣 加兩罐 不是 水 我是樓上拿水 因為這裡我 我煮 一罐那個 一罐水 沒有 不剩一罐 而就是讓它蓋鍋 要蓋鍋就是料 好 蓋鍋就好了 不用太多 最主要就是蓋鍋 然後蓋鍋子 然後四個小時 對 然後 我們還沒加鹽 你要加鹽也可以 現在就要加了 現在加了 是要最後加 你現在加也可以 我可以放下去 因為現在加應該是肉會比較有蝦 對 沒有錯 我等一下就加了 你那個燻肉 你那個一定有鹹的 對沒有錯 最後再試味道比較好 也可以 他除了剛才那個新鮮的五花肉跟排骨 其實它都是有鹹的肉 有鹹的肉 所以說看 你 我這個 我這個才 我這鍋才加了大概 one teaspoon 蛤 ok 那已經很 已經味道很重了 對 是啊 因為那個味道 我要的味道不是鹹 我要的味道是這個 香 香跟那個 嗯 煮 你沒有 你煮一鍋吃上去 你煮一鍋吃上去 就這樣子 然後小火 然後再蓋子嗎 你都有蓋子 我會蓋蓋子 我開的時候再給它蓋 因為這樣子 這樣子 我 這是我的習慣 我開的時候再蓋上去 然後 然後如果你有慢 燉慢鍋 慢鍋 的話 你可以try看看 我沒有try過 可是我是覺得說 那個lacocet是最好的 因為lacocet你很小的火 它有辦法 也可以滾 裡面就是 就是你只要滾 而且 而且那個 蓋子 對 它不會搭底 就比較不會乾 就這樣子 滾 你煮一鍋這個 你可能是 三四天吧 它那個鑄鐵鍋是煮的 你家要吃一個禮飯 一個禮飯 對 所以你 你用這個東西 給它運動 你會在那邊吃 對 所以就是 對 可以 就這樣而已 好 謝謝 欸 什麼東西在 所以這個是煮好的 煮好的 燉三個小時 四個 到四個小時 燉四個小時 OK 好 東西 其實 就把浮沫撈起來就好了 這樣子 為什麼我要 敢開著 開著滾 就是因為我要看這些東西 那小塊 那鮪魚就用罐頭 可以滾 三四個小時 所以四個小時 就變成這樣了 對 可是那個